接下来是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 结论 本书的意图不在于描述出一份 有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 如果说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 稍稍跃出了它的基本的重要任务的话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 可能立即要面临一项任务 它要求我们建立一个 也许要成为今后长久岁月的发展基础的体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型将到来的机会 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 它只能是一个新的 长期的 艰苦的过程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逐渐创造一个 和过去25年中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现阶段 一幅合乎愿望的国内社会秩序的详细蓝图 是否有很大用处 或者说是否有人有资格提供这幅蓝图 这至少是一个疑问 现在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要来商定某些原则 以及使得我们从不久以前 曾支配着我们的某些错误中解脱出来 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地承认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承认 在这次战争以前 我们却曾又一次达到过一个阶段 当时更重要的是清除那些因人类的愚蠢 而加注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解放个人的创造力 而不是设计更多的机构去指引和指挥他们 也就是说 要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 而不是去计划进步 现在首要的是 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 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 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 不是做的明智 就是非做不可的 在还没有领悟到 我们做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 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 即使这意味着欲进先退 表现出这种勇气的 并不是那些信仰必然趋势的人 也不是那些宣扬一种 只不过是根据过去四十年以来的走势 而预测的新秩序的人 也不是那些除了效仿希特勒之外 就没有其他什么想法的人 其实那些高声要求新秩序的人 也正是那些完全受那种造成这次战争 和造成我们所遭受的大多数祸害观念影响的人 如果年轻的一代人 不怎么相信那些曾支配过大多数老一辈观念的话 他们是对的 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些观念依旧 他们实际上很少了解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的话 他们就犯了错误或者误入了歧途 虽然我们既不能希望 也无此力量恢复到十九世纪的现实中去 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实现它的理想 而且这些理想并非笔不足取 在这方面 我们几乎没有权利 感到比我们的祖辈优越 我们绝不应忘记 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并不是他们 而是我们 是这个二十世纪 如果他们还不曾充分了解 为了创造他们所希望的世界 他们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我们从那时起所取得的经验 应当已经使我们完全具有 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须的更多的知识了 如果我们在创造一个自由人的世界的首次尝试中失败了 我们必须再次尝试 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 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 在今天 这一指导原则 依然是正确的 就像在十九世纪时那样 各位听友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就全部播讲结束了 六白请庆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注和聆听 接下来即将有新的作品面试 欢迎您继续关注 准备 感谢观看